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零级、一级、二级反应 还有半生期跟反应集数的关系 首先介绍零级反应 目前高中课刚把零级反应已经删除了 所以基本上考试不会考 只会考一级跟二级反应 但是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所谓零级反应就是说 反应速率跟反应物的溶度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有反应这样子 那速率定律4就这样子 A的消耗速率 会等于融度再乘上A融度的零次方 因为是零级反应 融度零次方就是1 所以反应速率就是K值 再我们讨论一下 融度跟反应速率时间的关系图 我们来利用平均速率跟平均融度的关系 来求反应速率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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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速率定律4 我们看这里 这里时间是0 中座标是融度 横座标是时间 如果是10M 这里20M 这里5秒 这里是10秒 平均速率 这两点的割线 这里 10减掉20 取正值 加个绝对值 时间 10秒 减掉5秒 会等于 数据定律4 K值在乘上 它的平均融度 我们取这里 10跟20的平均融度 加起来除以2 所以是15 就这一条斜线 就这一条斜线 这两条斜线是平行的 斜率一样 10加20 除以2 n次方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式 来求左边表格里面的 速率定律4是多少 好我们写在这里 我们先令 速率定律是这样子 速率定律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平均速率 0.52 减掉 0.64 加个绝对值 时间 10-0 这等于K 再乘上 平均融度 0.64 加上 0.52 2 除以2 除以2 2 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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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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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观察它的特征 时间 每经过10秒 我们可以发现 A融度它的消耗量是一定的 少了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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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零极反应的特性是 时间固定的时候它的消耗量是一定的 也就是说消耗量会呈等差数列 好 这里我们看这个图形 重座标是反应速率 横座标是溶度 零极反应 反应速率跟溶度没有关系 所以反应速率是一个定值 我们这边写一下 反应速率跟溶度无关 您可以看这个图形成的 您可以看这个图形成的 顺度